《Civilization and Desperilization》 《Civilization and Desperilization》 其實是出自赫序里的那本小說 The Break New World 它將人類的這種製造 offspring的方式 描寫成一個非常肮脹和下流的 purpose 那在那個世界裡邊 其實所有的新生嬰兒 都是靠試管嬰兒 或者是這種技術來完成的 所以《Civilization and Desperilization》 其實在那本書裡面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其實《Sterilization》 其實除了絕育的意思還有消毒 那回想看二戰時期、大屠殺時期 那其實屠殺猶太人的這個行為 其實也是消毒和絕育並存的一個事情 那現在的這些作品做起來 我可能就會找更多的 關於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 二戰、大屠殺、納西這樣的事情 來對他們做研究 其實這些都很大程度上去幫助我 去set up 整個故事 不好吧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